Fly是锤王者亚运会火炬手 继孟雷又一选手大婚 菲菲乐哥分子前被爆 继小柴哥刚刚发布视频 爆Fly任火炬手的大瓜后 随即就有关于王者圈的大V 爆出一张截图 王者这边火炬传递得到的结果是Fly 标题为Fly火炬传递 看来Fly是王者亚运火炬传递递选手实锤了 他是继猫神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王者荣耀传递火炬第二人可喜可贺 同时继孟雷大婚之后 KPL圈又迎来一位选手结婚 据爆料该选手正是济南RW侠的吴明 真实姓名张聪 结婚情帖已经发出有选手收到爆出 98年25岁的吴明在Estar有过巅峰时期 如今虽然成绩一般但能找到自己所爱 让人欣慰替他高兴 而随着孟雷婚礼结束也爆出了诸多热议的事件 上海EDGM要随理10万还加个W 却要记在酒尾账上并搞笑回复网友 没赶上高铁正郁闷呢 别爱特他 成都AG官方也得到回复 我看他已经入座了 另一边葛咪 比得灵甲男一样 随理5200块 跟孟雷对赌 被其猜对分子钱 手机再次转账5200块 共随10400 此事刚刚还被孟雷夸赞 葛咪你情商太高 本就不想随理5200的 似乎不好 超出其他人便选择这样的方式 蜜姐给了分子钱 她给了给了 她直接转账给我 葛咪你都给你double了嘛 对啊 说了 刚才跟家人们说了 葛咪你说实话 真的情商比较高 她不好意思 就是跟别人 就差距有点大 跟别人随的一样 但是对吧 给孟雷对一个机会 故意露出破绽 然后double给孟雷对 随了两个五千 确实情商拉满 最后就是跟孟雷 几乎平起平坐的 两大股东 菲菲和乐可登的分子钱了 据孟雷说 两人各给了10万的分子钱 直接两个箱子不用数 因为是现取出来的 直接装赏 所以孟雷结婚最大的分子钱 应该就是菲菲和乐哥 那么对此 大家对孟雷任王者 亚运火炬手想说什么 葛米你为何要 两次给分子钱呢